好 给克兰很好的机会 第一步再继续干扰一下人哦 对 确实 克兰往内线走 再打 防守的阵型啊 露三分而且能露篮板 克兰 克兰迈克机会 漂亮 看克兰 对 这就是 首阶 在最后阶段的一套阵容 然后让斯多克斯先去带领着比赛当中这套 他复赛之后打了9场13.6分 40.9%的三分命中率 对 内线有周期怕着没 克兰可以投 好机会 两个小个子反应速都很快 其实这个时候要抢一下了 要对抗 这个范子铭撤了好球啊 可兰 这个大阪是转移 哎呦 慢了一点 因为李静宇毕竟不 出来 可兰底角 刚开始阶段 谁能表现得更积极主动 可兰外线的三分 还是范子铭上线的一个担档 他都是因为不让 全场篮板 再来一个 有了 一球再给到这边可兰 持球突 面对汉斯布鲁五五五 看看新疆队这一次再来一波反击 可兰往里走 现在也就可兰了 龙师傅启动 分边 有没有 好 能不能去自己创造机会 一球的投篮 可兰加得不错 就是教练的要求是要加 但是 情况下其实新疆队可以把二次进攻打得更细致一些 外线单吃周期这么有自信的 对 低脚这边可 不度自卑的形象 哦机会 好 热布卡迪江这个组合 可兰再来一个吗 杰呢 其实无论是从实力较强的新疆队这边来说还是从 苏醒 这个轮到新疆队的麻烦来了 嗯 可兰又来了 突然断掉 外线可兰 好机会太空了 嗯不错啊 分得很好 一脚机会出来了 看可兰的三分 苏若宇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兰胡顶的三分 转换 船 漂亮 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曾里去休息 可兰 该进了 可兰 三分九 好 三分去 突分好球 看可兰外线的三分 好球 机会再为可兰一个 这边形成高地位 周期给可兰 也赶上他手感也不好 可兰